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FCS6051的主机前面板 我会先为各位介绍主机前面板的功能 接着再为各位一一详细解说每个按键的操作方法 请各位先看到我们主机前面板的右方 有一个Power的字样 这就是我们的电源开关 在电源开关的上方 有一个音量输出增益值是LED灯 那么这个LED灯呢 主要是让各位知道 当下会议的音量输出大小 接着请各位往主机前面板的中间看 这里有四颗音量控制按钮 分别为Aux Aux控制外部输入音源的声音大小 而Mic 主要控制外部输入的麦克风声音大小 在主机前面板的左方有五个 会议功能控制按钮 第一个为Mode Mode呢就是模式位移控制钮 当各位要切换至其他的功能 做模式的变更的时候 可以透过Mode的这个按键 来做切换的动作 第二个 Up 以及第三个Dong 这两个除了是会议音量大小声的控制钮以外呢 同时也是参数更改递增 或者是递减的控制钮 另外第四个Step 这个是呢向右位移的时候的控制钮 第五个Save 是参数设定的储存控制钮 最后请各位看到 在上方 有一个20x4的液晶显示视窗 这个呢能够让各位清楚地知道 您现在所操作的会议功能模式 以及您所变更的会议功能模式 在下方